国内再度传出割离手术失误事件 吉隆坡一名9岁印印男童 本月15号在首都仪宝路一家诊所 进行割离手术时 惨遭医生措手割断龟头 尽管意外发生当下 已经将男童紧急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 进行阴经接驳手术 但是由于阴经已经发黑坏死 导致该名男童的阴经无法驳回 男童的家属无法接受这起意外 因此决定对有关诊所 采取法律追究 男童的母亲表示 虽然孩子沉默寡言 但是可以看出他十分难过 他们父母俩希望有关当局 可以协助孩子恢复正常的体魄 新都权益委员会法律顾问 乌达亚古马指出 他们已经向卫生部总监求助 希望当局可以安排该名男童 前往国外进行手术 接受最好的治疗 以改善他的情况 MTV7综合报道 我去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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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